第二届民生杯寒假篮球邀请赛 这次特别新增女篮项目 总共有来自屏东、高雄、台东以及南投27支球队参加 不只球队数多,比赛强度也提高 对球员或教练来说都是很好的磨练机会 竞争力很强 然后跟台东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就差很多 还有得到什么经验? 希望我长高一点 这个比赛让我们小朋友在技术上 然后在寒假放假之前有这个交流赛 让孩子有一个目标 因为这个比赛可能他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他可以利用寒假充实自己 主办的民生家商表示 屏东有很多优秀球员 但高中直端都外流出去 期待透过成立球队和举办球赛 让球员能够留在屏东打球 特别是在县府一直在强烈推动三级五区的一个立场之下 我们发现整个屏东地区在第三级的高中直这个阶段 几乎没有衔接到 可以看到我们打球的孩子真的很多 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篮球这样的比赛 可以真的在屏东砸根 20号开始围棋三天的民生杯篮球赛 除了希望借由球技交流 让球员更有自信 也为接下来的学生联赛做好准备 云西文八浪 屏东凌落 採用不到 不及时才能说到 209c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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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